中部的精靈精在在做独家老师家的博搜 大家做出小的自己的珍惜品 圣诞节就要来到 每天都会历史照顾站的中部 这天在会做圣诞树的珍惜品应景 那是有过去的气氛 我们今天有看到的是 我们在做一个圣诞树 因为我们有哪个圣诞节要搞了 所以我们就应景 也是绿座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让他们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们感觉很疗愈 而且这些东西可以处理做装饰 那也可以让孙子 让家人知道 有阿嬷这么厉害的 可以做这么好的东西回来 让他们创造自己的自信 为了高雷的中部的精策 和人的合同 每天都会在这五十 每礼拜都会安排不一样的客厅 找来老师记得 这回老师给大家的DIY当手做 老师也表示 加入到中部的手较不辣 特别精算较轻的材料 让中部的合作 简单的真理 一个组综的过程 也信公达到外团观察的目的 完成了的应景收尾 可以放在家里的幸福 马导龙会讨过日式照顾站 提供退休的农村中部的参与 希望他们的当地的生活当中 找到六处 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少年 南天是无聊在山马导彩虹报道